说我国的姓氏,那可就太多太多了 虽然自古就有百家姓的说法,但远远不止一百个 据大概统计,汉代有五百个姓,唐代增加到了一千二百多个 宋代有一千七百多个,明代飙升至四千六百多个 现在中国有一万多个姓氏 而大家最熟悉的百家姓迷是五百零四个常用的姓氏 每个朝代的皇帝都会让自己的子孙来继承大统 也就是说,每个朝代的大当家的姓是一样的,叫国姓 比如商朝国姓为子,周朝为姬,汉朝留唐朝李 唯一的一个特例就是唐朝出了个姓武的 后来大还是给还给李家了 所谓张王李流遍地称,赵家天子杨家将 李流赵珠都做过天子,但让人非常遗憾 排天下头两名的张王二姓却未能出一个皇帝 这到底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王姓是当之无愧的当今天下第一大姓 是世界三大姓氏之首 王姓如果按大一统来看,确实没有走出皇帝 但是,好歹也出了个王莽 人家可是费了稀罕,当了十五年的皇帝 但是,人们似乎不愿意提到这个人 也不愿意承认他做过皇帝 人都说,王莽是穿越的皇帝 他的好多政策思想都太超前了 在当时并不被人接受 因为他忽略了过渡期 就像杨广,在今天的人看来 他是多么的伟大 而在当时他就是罪人,门法势力反对他 因为他开创了科举制 百姓讨厌他 因为他争高勾力 修大运河,让百姓很累很苦 王莽也是触动了贵族的利益 不准买卖土地和奴隶 征讨匈奴和西域若让百姓受苦 除了王莽,还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了 于是就有了一些奇妙的说法 首先是王姓太霸气了 你想想,古代稍微有点地位的人 别人都喜欢叫爷,尤其是到酒店和妓院 总是爷长爷短地叫,这就出问题了 李爷前爷叫着没什么 可是王爷总不能随便叫吧 第二就是王姓自带显贵 因为皇帝下来就是王爷最牛 已经达到一人之下了 姓王很自然地就在无形中显得高贵 还有一种说法 王字是三横一竖组成 但上下都没出头 也就代表没有出头之日 相比于隋朝的阳姓,明朝的诸姓 总是上下都出头的数 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胡说八道 没什么根据 还有一个大姓也没出皇帝 张姓,中国第二大姓 张姓虽然贵为第二大姓 但到今为止还没出过皇帝 哪怕是王莽那样的小皇帝 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但是要说到皇帝 哪个皇帝最大? 玉皇大帝呀 这玉皇大帝就姓张 明张有人 所以就有一个说法 当年江子鸭斩将封神 那个最大的位子一直没有封 有人就为江子鸭 江子鸭本来是要留给自己的 就说有人 于是张有人就趁机坐上了最高宝座 掌管天庭 张有人的地位是不正当手段得来的 这大家都清楚 自己都不好意思呢 所以为了避嫌 他决定以后天下姓张的不准出来当皇帝 以免有人说他偏袒 所以张姓最高只能坐到宰相和皇后 绝不染指皇帝 这只是个荒诞的说法 江子鸭封神是按照浩天大帝的旨意 当时已经有浩天大帝 人家才是扛霸子 封神不过是给人家配手下而已 再说江子鸭命中注定是成不了神的 他怎么敢违背天意把老大位子就给自己 最后再说一句 张王为我国最大的信使 人数众多 贤能不少 只要能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福利 又何必去争内逝去的皇帝之信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